五大战区亮相海外作战有多强 自2016年2月1号起 我国撤销七大军区 正式建立中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大战区 以应对世界发展的复杂地形 中国军队从此进入战区实弹 中部战区负责指挥的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及各省的武装力量 战区机关驻北京及首要任务是守护首都北京的安全 以及在其他战区需要支援的时候及时支援 因此该战区的部队都是精锐 解放军中三大防派军就有两个驻扎在此 南部战区负责指挥的是广州、广西、海南、云南、湖南、贵州六个省国及香港、澳门的所属、庄立两人战区机关驻广州 其首要任务是守护我国的南大部 所下的南海舰队负责我国南海排域的防御 在此之前处理我国海洋领域的上表现非常负责 东部战区负责指挥的是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武省和上海市等 优优独立两战区机关驻南京 东部战区是因为靠近台北亚 如若爆发战争是最有空、最无亲的力量 因此这里的装备非常险近 再加上银持的大量兵器 海陆空三军的力量非常强 对东部战区来说 解放台湾是他们的第一大战区 北部战区负责指挥了 山东、吉里、金银江、内蒙国、克星的优独立 战区机关驻整大 北部战区边境外面 俄罗斯北流部跟朝鲜半岛 其主要任务是应对朝鲜半岛危机 和北部离居的杠务 主作下北海舰队负责防卫中国河海 和河海水域的安全 西部战区是武达战区中军区面积最大 主要领导和承回四川、甘肃、清寒、宁夏、新疆、西藏 重庆七个小市的所有报告 战区机关驻众 1与11个国家戒嚷 拥有长达几千多公里 看长河期间 防守任务十分艰巨 特别是直面引起国国的艺人 他们在我国家的万河湖、班公府以及共产区等多的地方震荡之外 为了应对外部势力的防战 西部战区配备了五国陆军区领利 三分之一以上的国陆 就是战能力而言 没有任何军队可以在他们面前四亿 中国战区的防御 是基于中国国企的多分够 与军区变战区看似于是不差 却是往强军目标带进的领导 世卫不经 有哪个国家敢亲密招任务 关注中国有每天在云南生 导演